多謝大家,回到第二節的中央國務電台的語言節目,自由廣場,桑普時間了,我是桑普,隔離就是父湯 我們今天繼續講回剛剛的情況,我們講了很多老宿者的故事 我想起很多情景,我在台灣,尤其是我住台北市,大家在台北市都看到有街友這件事 街上的朋友,即是香港者,我講的老宿者 你有什麼觀察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台北車站的時候,我看到這麼多街友,其實我是呆了 因為我在香港,很久沒試過在大街大行,看到一些街友可以在街上 然後他有他的床鋪,他有他的家檔 因為我們香港的家檔會被人淋濕,然後他就沒有了 然後我就跟這些台灣朋友聊天,當然也會有一些台灣朋友覺得他們很騷擾 即是會騷擾到一些生活,但是我覺得最重點是,雖然他們覺得是有騷擾 但是在一個生命的互相基本尊重底下,他們也沒有把這些街友趕盡殺絕 我覺得這個是我在香港很多年已經沒有再見過的事情 因為我們香港經過很多年的街友趕盡殺絕 然後我們再見不到街友,最慘的是,很多人是認同了這種做法是對的 其實在香港很多人是支持這種做法 因為他真的騷擾到我,他就應該要趕到一邊的,趕到我見不到為止 但是為什麼在一個這麼大的世界裡面,大家互相尊重一下,是做不到這件事嗎? 那我就覺得在台灣和香港很不同的,這個方面是會很不同的 還有我曾經見過香港是有這些價值存在的 當它不存在之後,社會就開始改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需要繼續保衛的社會價值 溫暖而有人性的社會是很重要的 就是香港是不是已經失去了這些東西呢? 或者我們當然,我們不只是說說政權有什麼打壓的問題 是香港人之間,是不是應該互相關回彼此的處境 尤其對於弱勢社群,老弱富裕,尤其是一些街友 當他們是貧窮的時候,當然他們也是努力求生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給他們一定的支持呢?這個很重要 我們看回這兩個政策很不同,剛剛你都說過了 譬如在台北車站,行天宮,甚至有很多其他地方 尤其西門也有很多街友的存在 我們會看回這樣的情況就是台港的大不同 剛剛第一節,上個禮拜你講到關於 在香港和台灣,似乎的落差很大 冰火兩場天,台灣很Chill,香港就很高壓 另外一方面,你會覺得 香港很多大腿這裡的一些回憶 跟台灣人分享,台灣當然會覺得 可以聽聽香港發生什麼的慘事 與哀哭者同哀哭 但之後他又覺得能夠幫到什麼呢? 其實你會覺得,我經常說一句話 台灣人首先是幫自己 行有預理,多些幫香港人 關顧香港人的事 但我會覺得台灣人,你覺得幫自己這件事 有沒有從香港到吸取了教訓呢? 我覺得其實現在暫時 我認識的台灣圈子的人是不多 可以由香港的歷史去給他們自己的保衛 這個是真的不多 你看這次的選舉 其實我這次的選舉是失望的 你看到香港最初的崩壞 就是由立法會開始的 你現在的投票就會把一些惡法的 帶回去立法會裡面 我就會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政黨的問題 其實是你自己保衛你自己的社會的問題 我經常覺得投票應該是對市 就不是對一個黨 我覺得哪個黨做錯的事都好 他都必須要出來面對 他做的事必須要為人民好 這個才是一個好的政黨 但現在這個選舉之後 你也看到立法會已經有很多風波 其實我就覺得 真的不多台灣朋友 是又吸取到香港的教訓 我覺得這個是 都幾悲傷的感覺 我完全明白你說的是什麼 我會覺得有很多種不同的人的想法 有很多人會覺得 是 就是幾種人 一種人完全沒有感覺的 就是叫做 我們香港的港珠 就是這一種感覺的 完全有的 就是覺得 我們 就搜停口停 那說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或者說不是搜停口停 就有很多錢的 你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不要妨礙我賺錢 另外一種就是 我知道 香港發生什麼事 感到 同情 理解 但台灣能幫的不多 希望你們能夠融入台灣 這些有另一批 我真的能夠明白到 其實 香港背後的問題 就是在於中國 本身的侵略 霸凌 滲透 插反的問題 然後他覺得 這件事跟台灣現在的 完全一致 就是中國對於台灣 台灣現在常常在台灣說 輿論戰 心理戰 法律戰 就是講這些 基本上是滲透統戰的事情 由這個 地下黨的組織 到這個 紅線的組織 到一些潛伏的一些 關鍵時候 起作用的人 其實這些對於 香港來說 存在很多東西 很多拆反 民主派裡面的人 變成了共產黨的人 你用藍金黃的東西 譬如湯家驊先生 那些都是類似的 我想 這些情況 大家都知道 很多類似的 台灣 其實我覺得 我不說名字 記得很多這樣的人 嗯 我只是說 到今時今日 你有什麼的忠告 會讓台灣人知道 喂 這個 香港的東西 不是離你們很遠的 雖然 雖然是要坐飛機一個小時 但是呢 今時今日 中共的手法 是一個更重要 需要覺悟的東西 你會怎樣看呢 嗯 其實我覺得 我們香港就是一個最好的參考 其實說真的 雖然我不想這樣說 其實我這樣說 我每一次這樣說 我們香港是用來警勢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 每一次說 我都會覺得 幾傷感 因為我在香港那裏 土生土長 但是 而事實 它現在真的是用來警勢的 如果你真的 你當它一個 周邊故事 你當它小說那樣看 你當它故事那樣看也好 或者你真的拿它來當參考 因為其實 當中有很多的操作 有很多的程序 有很多的步驟 其實香港已經經歷過 在台灣那裏 是發生著 然後慢慢怎樣令它崩壞 比如一些 像你說的很多潛伏了的人 他會用一些資金的滲透 然後在這裏做一些媒體的操作 其實在這三部分 我們普通人 根本是可以去解決得到的 首先就是 那些有可疑資金的媒體 或者它的企業 你就不要光顧它 然後 一些媒體 你明知道它是會做操作的 那你就不要去看它 不要讓它傳播到傳散出去 其實這兩樣東西已經是 很容易不用錢 就已經令你保護到台灣 但是只不過是 你願不願意去看 願不願意去做這件事 這個很重要 香港有所謂的黃色經濟圈 那麼台灣其實 與其說是黃色經濟圈 就是光顧一些 不會親中微共的一些媒體 不要做光顧他們 不要看他們的東西 真的要引述他們的資金 去轉發 而不是 將它在片段 即是不斷地去轉發出去 增加它的 這個 轉發的流量 另外 那些企業 大家知道有部份的一些 企業 涉及到中資的資金 比如說 我來說 我絕對不會用這個 這個 真中資 假港資的一些公司 的 比如說 這個蝦皮 其實它最後是一個 騰訊的新加坡公司 所操控的 那另外 你比如說 一些 一個叫順風快遞 那基本上都是 真中資 假港資 那裡面 後面的東西就是 個人數據的大搜集 你想想 兩個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是關於運貨 它可以用低 接近低於成本的價格 去跟你運貨 而將其他所有競爭者 排擠開 其實 一 重創台灣的經濟 和產業 二 根本上這些資金 這些東西 就是收集台灣的個人資料 為什麼要將這些個人資料給他們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 除了這兩件事 就是這個經濟問題之外 你會覺得 嗯 台灣在國防 或者人心方面 是不是有些事情需要去再反省一下呢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這邊 現在還是有一個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的爭拗存在 其實香港 我看香港人 去到2019 為什麼突然間爆發 一個這麼厲害的事情出來 其實有一部分 都是因為身份的問題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 因為我們自己在香港 百多年 我們自己經歷了四代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文化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條路 是啊 其實 你跟我說我是中國人 其實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就是你經常要 要去標籤我是一個中國人 但是其實我做的事情 完全就不是中國那種風格 是啊 那麼 這個是那個身份 首先 民族認同 第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人 是很需要處理的 因為如果你們 都還是有一些 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你就不會覺得 中國侵略是一個問題 但是 當然 中間就有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們 真的已經覺得台灣自己 是一個自己的民族 你不要管他 獨不獨立成國 我就是一個獨特的民族 不是你的 不是你中國的 其實這件事 你就已經會很不同 你做的事 就已經很不同 嗯 接著第二件事 就是 在自己的生活層面裏面 其實你還會想中國想多少 因為其實中國很多時候都是用一個資金 利誘 威迫利誘 去令到你去 站在他那邊 這樣 其實這個也很關於公民質素的事 其實如果我們 亡向 面向的是 我們自己人民的 力量 人民的權益的說話 其實 你不要受這些資金去 利誘 其實這個社會就會好很多 因為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現在做的事 受苦的是你的下一代 你的後代 你是要還的 我覺得必須要還的 像香港那樣 我們97年 我們八、九十年代 我們享受到二十年的輝煌 然後 我們就是 現在後面的人在受 嗯 我想這個事實上真的如此 我們覺得很重要 我經常在很多不同的節目 都說過 就是說 國防、民防和深防都重要 那麼剛剛 就是普通說的這件事 就是個深防 深防最重要的是 第一 身份認同 你自己覺得自己的國族 是什麼地方 你覺得是 大禹治水重要 還是你覺得 以前幫過台灣 去治理這個 就是 嘉義和台南一帶的 百田魚一重要呢 你覺得大禹那些是神話 還是事實 還是百田魚一治水 是個事實 還是神話呢 這些是基本的原則 然後很多人就說 哎呀 那些小孩呢 台灣現在最尊全 都不懂得什麼大禹治水 是不是日後藝射日 這些可笑的神話 都要講一大堆呢 這些東西 變成了 就是等於用一些 所謂的fairy tales 這些神話 來當作一個叫做 大家都必須要知道的事 其實我會覺得這些東西 是家長可以說的東西 我不是禁制大家知道這些東西 而不是學校的必修火情 同時覺得這個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的深防 對於中國共產黨 對於中國 有沒有真真正正的一種 他們敵國 他們想吃了我們的認識 不要當他們是跟其他國家一樣的東西 雖然那些叫做國 但是他們對我們台灣的主權 是有主張聲張的 最後你對於一些 國防新航民 或者其他市民 有什麼新的 有些最後的評論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去到最後 我希望 跟台灣朋友分享的是 我們現在這個狀態 你們現在這個狀態 這個幸福的狀態 其實我們香港人都已經經歷過 但是 我覺得你們現在的幸福 真的很幸福 我希望你們會 盡力去保存這個幸福 久一點的時間 因為真的很脆弱 其實我們香港經歷 讓我們知道 這些幸福 是很容易會失去了 對 真的很容易失去 那你本身是否有去開拳館 即是健身的地方 是的 我自己有個健身 打拳的地方 是否都是對台灣的民房 希望多出一份力 是的 現在我們每逢星期日 下載三點半至到五點半 我們都會有一些民房的訓練 智慧術 急救 團體的體能訓練 是的 所以重要的地方 不只是黑洪學院 不只是一些 譬如說一些 各地的民團協會 其實每一個人 包括你我在來 都可以做有盡的事情 要是接受訓練 要是可以訓練別人 我覺得這件事 對於台灣的一種 勇武精神 是殉控重要 才能夠抵抗到 外敵的侵略 時間差不多了 這兩個禮拜 很多謝苦湯先生 謝謝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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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